三岁片酬能买一条街,被亲妈逼疯一生坎坷,年近60位儿子捞金。 冯宝宝,1954年出生马来西亚婆罗州,50年代最红的天才童星,出身于戏剧家庭,三岁入行,三年时间拍了150部电影,片酬曾喝买下香港一整条街。 冯宝宝三岁已开始客串电影。 五岁时,她取代了导演不听话的女儿,首拍电影《独丈夫》,一剧成功,正式开始了童星生涯。 一部雨夜惊魂使她赢得了天才童星之名,以后她接连不断地在影片当主角,越与片商都争相约她拍片。 因为家庭的关系,冯宝宝三岁已开始客串电影。 五岁时,她取代了导演不听话的女儿,首拍电影《独丈夫》,一剧成功,正式开始了童星生涯。 冯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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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血汗前 以前的童星真是表面风光 背后凄凉啊 后来18岁的冯宝宝通过干妈的赞主 让他摆脱了冯家 在国外认识了招在墙 本以幸福生活到来的冯宝宝 却被妈妈告知 父亲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诗的冯宝宝崩溃住进了疗养院 后来在招在墙的陪伴下 慢慢好转的冯宝宝和招在墙结婚 也开始拍戏 但却都反响不是很好 招在墙也是个花花公子 黄一身的战 诗的冯宝宝对丈夫死心 从而寄情于事业 事业开始回春 这个时候 冯宝宝拍了那未人熟知的经典四美 武则天 西施 杨贵妃 孟江女 生活也真真是讽刺 戏里冯宝宝演孟江女 千里枯长城巡浮 戏外 招在墙逼冯宝宝离婚 并要求冯宝宝在离婚协议书上写自己有精神病 冯宝宝也因此失去两个儿子的抚养权 令他痛不欲生 冯宝宝经历了十多年的感情空档 很少传出绯闻 直到1999年遇见了自己的白马王子 他的第二任老公是马来西亚很有名气的建筑师翁赵全 可是这段婚姻最后也是黯然收场 冯宝宝宝一生坎坷 父母缘淡薄 儿女缘也淡薄 婚姻又不幸 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 纵观冯宝宝这一辈子 他想爱的人并不爱他 两段失败的感情 不仅让他失去财产 连儿子的抚养权都失去了 痛苦不堪的他一时间抑郁迷失了 仅仅依靠吃抗抑郁的药而苦苦支撑着 一直吃了18年之久 最后 依靠自己的信念才克服了过来 如今的他 也已经57岁了 本该到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 但是为了儿子 他还要继续拍戏 在儿子的电影里出演 只为帮助儿子一把 你们认为他的人生怎么样 认为他美吗 在儿子的电影里出演